这么久没给你们看贵儿子 有些人呢还老是找我 还以为他死掉了 已经长得很大了 每一个都特别大 底下是刚给他喂的粮食 之前送的那一包已经吃完了 估计再养个一年多 应该会有这么大法 接下来读评论 大新以后可以让乌老师女装出镜吗 乌老师不要打我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你可以去私聊一下隔壁乌老师 我相信乌老师的为人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小伙子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来为你唱一首感动的歌 来呀快活呀 我感觉我脑骨都能浮出那个场景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新 今天呢我又探寻了一个夜市比较火的小吃 黄金薯塔 那一款小吃据说在夜市里面卖到15块到20块钱一根 天价呀 而它的制作方法据我所知呢 应该就是用一个土豆赚赚赚 赚成这么长一根 其实说白了成本价就是一个土豆的钱 那正好今天我买了几根土豆串的半整饼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还是来选择 杀了他 看没是不是跟夜市里面吃的一模一样 而且是这么长的一根签子 我这里呢是五根 那据我所知那就是五个土豆做的 OK直接就上锅炸了吧 不知道这个锅能不能放得下呀 对比一下 东西是放得下 不过尝了这么多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翻车 看到这个苏塔了没有 有一个应该是可以了 放下去是软的 拿起来是硬的 他都给翻个面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薯条的味道 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炸薯条 只是换了一个概念而已 叫做黄金薯塔 不禁又让我想起了上回做剧如吧 大薯条的时候 场景十分的相似 而且闻着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他的光该再蒙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都看到这里了 各位粉丝朋友们 麻烦你给我一个双击加关注吧 感谢 首先来看看这个外观 跟咱们之前在夜市吃过的是不是都一样的 当然可能他们拉伸的长度要再长一些 因为毕竟我这个炸锅太小了 所以只能缩起来炸 不过还是不影响咱们的实用体验 OK现在来尝一下 这个味道应该怎么形容呢 它吃起来不像是薯条的味道 有点像是原味的切厚板的薯片的味道 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跟薯片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还有比薯片厚 咬起来还是嘎嘣嘎碎碎的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像我之前做的巨无霸薯条的味道 而且这还是我再没有加任何调料的情况下 吃起来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 可见这很有可能就是食物原本的味道了 价格的话 这里是25块钱5只 那这样算成本就是5块钱一只 所以说相比那些夜市里面的便宜呢 至少有三到四倍了吧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OK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最新频道 美食恨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